火光四起火蛇不斷串出 现场不止农烟命布 部分设施更烧到只剩下灰烬 消防人员跟时间赛跑涉水抢救 出动无水线灭火花了35分钟才铺灭火室 活在地点就在新竹中华大学 行政大楼旁边的校友会馆厨房 校友会馆厨房在7号下午4点37分突然起火 报案后消防局出动16车 仅销33人35名一销 还有四位远警到场抢救 在下午5点12分就控制住火室 不过建筑是属于铁皮建筑 火室延烧非常迅速 燃烧面积达到100平方公尺左右 财务损失约50万元 但也因为是属于湖边的独立屋 无人伤亡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厘清调查 第二个新闻 黄冠伟家庭新竹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